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台北去投票 那么几乎等了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 有人一边在开票一边还在投票 这个有一点这个混乱 不过关于这一次的县市长大选 以及公投案的结果 不知道是对您自己个人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一些新人上任了 或者是这次的当选的参选人 您觉得对于台湾的一个期许 甚至对于这个未来台湾的一年 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一个正向 这个政治的翻转呢 好的 那么像这种选举的事情 我在选举之前也都预言过 为台湾的选举我有预言过 那么林明珍县县长也就是南投县县县长林明珍 林明珍 他就是这样子讲 他说他在这个讲台上就讲过 我所预测的全部都准 厉害厉害 全部都准 其实我也有跟吴敦毅讲过 六都你会板下了三层 六都会拿下了三个城市 已经讲过了 而且在台湾全省各地的县市 也都会板下了很多层 也都板下了很多层 那么这种现象呢 我已经讲了 甚至连草屯镇的镇长 我都跟他讲说你会当先 我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啊 从桃园机场下飞机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嫌疾 那个韩国语啊 他就打来通电话 到了机场 那么我就跟他讲 祝你当先 我祝你当先 过来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不会跟他讲 我祝你当先 我的只有两句话 对于选机 如果能够选上的 我就讲 祝你当先 是 我祝你当先 如果选不上的 我会跟他讲 你必须要再多努力 是是是 再努力再努力 你必须要再多努力 就表示你不会当先 是 我只有讲这两句话 所以这一次好像是说 我们不讲这个党派的问题 事实上的施政 大家都看得到 这是有一个笑话吗 唐僧跟悟空走到来的一个地方 那个孙悟空他就讲 哇 此地啊 三门龙 水蒙龙 三门龙 水蒙龙 还有鸟蒙龙 如同仙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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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大概 西天快要到了吧 唐僧呢 他就讲 这里不是西天 这里是台中市 都蒙蓉蓉蓉的是吧 因为空屋的关系 山蒙龙 鸟蒙龙 水蒙龙 山蒙龙 好如同仙境 其实这里是台中市 是台中市 那唐僧就讲说 你居然喜欢这里 你就留下来吧 那孙悟空讲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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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跟着师父到西天去取君 对 唐僧就接着讲 其实你留在这里 更快的会到西天 速度会快一点 伤好气 这很严重 台中市的空屋 确实很严重 我以前 我回来至少八年 回来至少八年 前六年 我一点都烦恼空气的问题 后两年我就烦恼空气的问题 也已经一年多了 就烦恼空气的问题 这是空污 空污 空污的问题 对 空污的问题 当然在政策上 非核家延是不错 其实 根本非核家延是假的 为什么我讲假的呢 你看 中国大陆沿海一带 福建广东一带 全部都是核粒发电厂 是 它距离台湾更近 真的 只要他们发生问题 什么叫做非核家延 他们也遭殃 也是核子家延 对不对 台湾也一样的遭殃 所以非核家延本身是假的 中国医药协议院的药物研究所里面 我们有弟子在里面 他说 这个 慧线癌 慧线癌 跟慧老 跟慧炎 全部多了两成 这个现象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草菅人命 草菅人命 既然有了草菅人命 就要改 否则都不过天前 真的 人的生命是最珍贵的 阳光 空气 水 这是人生存的三大要件 政府不能默示这个问题 不可以默示这个问题 但是新的当选人 他们也许他们有新的证件 然后他们也希望能够跟中央请款 或是有些这个新的做法跟想法 那您觉得在新的一年他们能够落实吗 可能还是必须有一些距离 我看到台大管中民的问题 当个校长当半天 已经差不多 五百多天或者是六百天 对 拖很久 台大没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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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重要吗 在卡住一个人 有那么卡的那么重要吗 想一想 去年我讲的这个卡字 就是卡在那里 那今年这个杂不更乱了吗 这个杂就是很乱 但是杂呢 真正的 你如果有现代的脑筋 现代的智慧 你要懂得怎么样子 去把人心再翻转回来 因为民心思变 这个现象很简单 整个台湾的 所居住在台湾的人 民心思变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一两年之内 把民心再给他翻转回来 你还是可以执政 这个是重点 不能一味的敷衍下去 你再敷衍下去 民心没有改过来 执政的就会变成在野 在野的就会变成执政 所以您看还 可能需要还要一两年的 这个翻转或杂乱时间 我们才能够渐入佳境吗 对啊 所以我很辛苦耶 你说要选举啊 排队排两个小时 真的 排一个小时 我们在那边等 哇 等 排得好长 但是还是一直等 等到最后进去投票 这是我本身的心啊 对不对 我希望台湾好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有人也是提出一个条件出来 说这个应该跟陆克要进来 真的陆克进来 对台湾的一切是有帮助的 因为台湾要能整个佛起来 一定有不只是东南亚的人进来 你知道大陆克有多少人 大陆克这十几亿人 他一进来的话 台湾就不得了了 他就会忘起来了 还是要豁出去 钱进来 还是要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 对 我以前我讲过 其实韩国瑜是写我的 哦 哈哈哈哈 对啊 你的说法 对对对 你知道吧 我们台湾哪像是在草屯呢 是 刘仪师 在草屯呢 这世界的人 全部进到草屯 对不对 草屯的货物 全部卖出去 对不对 是 那草屯人 赚大钱 是 这是我讲过的啊 真的 人进来货出去 钱也进来 韩国瑜是学我讲话 学士尊 谢谢 谢谢 对啊 我们台湾哪像是在草屯呢 是 每一个礼拜 又有万人以上的人 进到草屯镇 是 人都进到草屯镇 草屯的货物全部卖出去 连旅馆都涨价 人气旺旺旺旺旺 人气旺旺旺 是 他们希望连计程车都 都赚大钱了 对 人进来草 人进到草屯 草屯的货物卖出去 草屯人赚大钱 韩国瑜 这个我早就讲过了 韩国瑜可能偷偷听到 他就讲 太好了 谢谢师尊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整个台湾 能够慢慢渐入加进 那在下个阶段 我们就要请教师尊